我说了让你搬过来 跟我一起住 我只住一小间 还有这样的三间 你们随便走 这样太多了 然后对呀 看后面啊 衣服你帮你 行不行啊 弟弟 我考虑考虑 你还要考虑吗 直接搬过来 免住进三包 包住 包住 然后还包啥呀 对我什么 包住包住 然后我就搬出去就可以了 平时你住就可以了 你看人家像这些的话 都是弟弟家的新货 十八间间一些 辣椒绿色的品质 非常的在线 多不两个弄吗 弟弟 多啊 这个都得什么价钱 八万 下水啊 炸的什么就来八万 哦 两千八块来跟我一起住 你想不就要想了 一边去了我跟你讲 你哪吃的 八千五 哎 这还差不多 嘿嘿嘿 我就八万的话 我就先滚啊 你别滚 我先滚 我先溜吧 这两个一样的吗 不要这样的 一样的 这个料子差不多的 这两个呢还是鸡翁红 哦 这两个豆豆好漂亮 说个慢点吧 我跟你这么熟 我那样不熟 我怎么可能会给你看 我们也不熟 一到这种环境就不懂 你就必须得砍我了 这两个小豆子好看 中间豪华打造的 颜色非常漂亮 还有一些 我看一下佛工也好看 看这个豆豆好看呀 弟弟 天啊 这些那么多的新货 都看不过来 全都是绿的纸的 白冰的 而且还有一些在鸡翅级的 这边的话有手链 这边的话有一些罐件 还有一些戒指 这边的话是一些耳术 耳术的话 他们家相切得比较有特色 全都是一些重心打造的 一些有设计感的 颜色非常好 弟弟 你把这两个录给我 我让你免住啊 免住一年吧 不行 有两颗豆漏 换一年的房租 你还不愿意 你到底是谁在吃亏的 这边的房价也够贵 你又不是不知道 能开送给你 或不可以送给你 啊 能开送给你 或不可以 这两个最低的吗 对 不能开了吗 对 再招一点吗 不能 不能 这两个的话 18K的豆子 重心横横相剪 这个没有开价 真的就是在市场里面 随便一个货主啊 都去嘛 要开到一万五一万六 但是这个弟弟的话 直接给我包的是一个死价 我给你说个交易行不行 说嘛 这两个豆豆给我 你搬到我家去住 可以 你赶紧把房间收拾来 什么呀 我那个房间还很大的 你跟我一起合住吧 可以 你走之后 我回去打包行李 晚上就走 晚上来啊 对 好 那我就 把这边把后台过来行不行 好 可以 就这样 那我就把这两个豆豆拿走了 好 好像有点吃亏 不吃亏 我有点吃亏 我能都过去 你还吃啥亏 我能有点吃亏 我那房间也不是那个价钱的 这边的房价又那么贵 好像我一年的房租 起码要两三万 你这个才赚钱来才 我能都不止两三万 我这盘会不止两三万 好像我有点吃亏 但是你要记着 这些货跟能我都会去 没必要 过来也可以 我能不过去 或怎么过去 那你过过去了也可以 然后能过的话 你可以先走了 搞这种 那这两个都是我拿走了 好 这两个都还是满满的既有红 颜色是真的非常好 感觉又不划算 哪里不划算 我那个房子挺贵的 一个月是三天 一年多少 12个月 那你也要救了 你自己也住在里面的 你进去了 我还做个毛线 我还跟你一起做 我的天哪 多好 我住楼下 你住楼上都差不多了 可以 我拿走了 回去就给你把空间清空 再耗一条手链给我一起 就这样了 你咋耗 几房租 几个毛线 我那一个月三千 一年多少钱 你没有电视书 我那后多多少钱了 这两个都肯定亏我的钱了 所以我手链一起给我了 就这样了 拜拜 过来 回来 明天把钥匙给你 回来